Hello大家好,我是白哈树娃娃 欢迎收看我阿姆指琴初期教程第八课 今天这堂课我们来介绍几首简单的歌曲 巩固一下怎样认识姆指琴谱 第一首歌是小猩猩 这是一首四四拍的歌曲 它有两种音符 时心原加副感表示一拍 空心原加副感表示两拍 掌握好节拍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键啦 按键很简单 音符画在哪个格子里 就按下哪根琴键 先看前两小节 再看第三第四小节 再来是第五第六小节 第七第八小节是第五第六小节的重复 第九到第六小节是第五小节 第九到第十二小节是第一到第四小节的重复 我们完整地演示一遍 我们完整地演示一遍 第二首歌是欢乐颜 第二首歌是欢乐颂 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四四拍的歌曲 但是它比第一首歌多了几种音符 我们看第四小节的重复 我们看第四小节的第一个音符 它是一个十心原加副感加小圆点 十心原加副感表示四分音符 占一拍 小圆点表示副点 把原来音符的实质延长了一半 变成了一拍半 我们再看第四小节的第二个音符 十心原加副感加副尾 副尾代表减实线 把原来音符的实质减少一半 变成了半拍 再来看第十小节 一个短粗竖线把两个音符连在一起 这种竖线也表示副尾 这两个音符和刚才的音符一样 也是半拍 掌握好节拍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键啦 先看前四小节 再看第五到第八小节 然后是第九到第十二小节 最后四小节重复了第五到第八小节 第三首歌是生日歌 这是一首三拍子的歌曲 它比前两首歌又多了几个稍微复杂的音符 我们看第一小节的两个音符 竖线代表副尾 第一个音符有一条竖线 也就是一条副尾 所以是八分音符占半拍 它上面有一个小黑点表示副点 把原有音符的实质又延长了一半 变成了四分之三拍 第二个音符有两条竖线 也就是两条副尾 所以是十六分音符占四分之一拍 再来看最后一小节 空心圆加副感加小圆点 基本音符是两拍 加上副点以后变成了三拍 如果不熟悉每个音符对应的实质 可以去下载我做的这一张 拇指琴谱常见音符汇总表 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 掌握好节拍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键啦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交到这里了 下一节课呢 我会介绍一种新的实质方法 简朴 那记得要来看咯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百花树玩玩 找到我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刻见咯 拜拜